爆料赵丽颖拒绝拿孩子炒作 佟丽娅内涵四字流量 于正巧不上大宝贝 6月15日周震南在微博再发文 回应RESC新歌正义 表示赵丽颖拼命归拼命 但对于家庭还是很看重的 孩子更是她的底线 不过在这一点上 她和她的老公冯绍峰却有一些分歧 冯绍峰年纪也不小了 面临着转型困境 但她现在既接不到高质量的作品 又演不了言情剧 待在家里抠脚抠了很长时间 要知道 易阳千玺的长相一直都很有争议 节目组健壮也就悄悄添了一把火 再加上易阳千玺的粉丝 又是出了名的户主 所以没过多久两方就围绕着说 选手向易阳千玺 是不是对易阳千玺的侮辱这个问题撕了起来 易阳千玺的粉丝也找上了 这件事情的源头佟丽娅 开始攻击起佟丽娅来 认为佟丽娅在内涵碰瓷易阳千玺 姚巴叔说 这件事情中最无辜的就是佟丽娅和选手 一个本意是在夸人 结果却被拉下水痛骂 一个什么都没说没做 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外貌和流量有一丝神似 就变成了自己的原罪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